大家好 我是小花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影片呢 是关于我们11月7号 111集的从中大改版的前的注意事项 跟后的一些小小的注意事项哦 按理说我在之前拍的111集大改版 还要含115集大改版 跟大家很详细的参与过 我们在改版后有一些要更新的东西 跟注意的东西 可是在这几天当中我的社群啊 包括我自己的伺服器啊 大家一直不停地重复问相同的问题 问得我头有点痛啊 所以我不得不就是 今天特别拍个影片来给大家分享这个内容 讲一下我们111集前 就是今天星期六 明天星期天这两天我们要做的事情 跟我们的下周一要做的事情啊 当然在我们正式改版后呢 我会在另外拍一个影片 跟大家讲一下改版后的一些具体细节内容 因为还没有改版 我要怎么跟你讲路过去点呢 好首先我们来讲一下 大家最关心的第一点叫我们的天盲秘令啊 在天盲秘令当中呢 现在如果你没有大大80集 应该很难没有吧 天盲秘令其实80集就毕业了 在我们的天盲商店里面呢 大家要记得在我们的这个每周啊 这个是必买的 之前做很多次这是必买的 应该不太需要我一直重复吧 好在赛季里面 大家这个要买都买完了吗 就是什么五匹占星柱啊 这四品其实我当时有点多 买的没有用啊 反正把这个该买完了 你的口袋里面有50万的天盲秘就OK了 那当然还是有一些玩家来跟我问说 就是其实我把它定义为异象天开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大家可能觉得说 诶我不是有这个四品占星柱跟五品占星柱 跟各式各样的这个我们的产品吗 那在官方公告的这个信息里面也有说啊 除了我们的这个战魂柱宝夹以外 所有都会被清零啊 大家不要认为说我们现在留下 就算留下了好不好 那它只是五级的占星柱 不管你怎么换啊 当我们换到六级占星柱的时候 它怎么点开它都是五级的 这是一个误区大家特别注意啊 那我们在身份当中像这些宝夹它都会清零 因为我们上线兑换是500万随银 所以这些东西都会跟你说拜拜 也不用太纠结 后面反正都能换得到就行了 好 下面说到那个第二点关于战令的问题 这个已经点不开了 关于战令去世这件事情啊 因为现在已经看不到 我们转过来陆服看可能会更好一些 好 我们来看陆服的部分呢 就是关于战令这件事情啊 我们之前一直提醒大家说 战令的部分大家要去换战令的商城 我们看一下战令商城有什么啊 就是战令商城比如说有 像我陆服是因为他们 我的那个设复机比较晚 然后就补这三件衣服 然后我就补了 那战令比你们一般换神霞招墨令啊 我是没换神霞招墨令啊 我是换天影旅圈啊 因为天影旅圈的白嫖途径 其实就那么几个 所以大家在新的一个赛季的 这个战令的部分 一定要记得 当你有这个战令几分的时候 就找到去把它换掉 因为战令一季的时间 真的非常的长 为什么你们都要存到最后才能来混呢 是以为存在那边会生孩子吗 不会的啊 只要有就把它换掉 这样不要到最后你会忘记啊 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就是下一个时刻 你可能有什么事情要做 你一直等到这个有了 才要去换 你肯定会错过啊 好我们来看一下 那我们就从陆服来看 我就不转太服了 因为陆服能显示更多东西 好关于战令呢 这个关于第三个隐星的部分呢 隐星现在就是还有寻星 大家想打还是可以去打一下的 在我们的隐星当中呢 它在这个下面会有一个赛季的部分结算 那会有这个完整的 我们的神品图纸 会有一张还是两张 这个我也记不清楚了 那但是会有 随影的填寺跟榜点的填寺啊 榜点是800 然后随影好像是60万 然后这个部分呢 会在我们的结算的时候开始出啊 因为在我们 那个星期一改版的时候 它还没有出这个隐星的结算 但是官方已经有 我们问过小精灵呢 它说它会出的 所以呢大家特别注意啊 关于隐星的部分呢 就是你们还没有打到 5万隐星病的刚才去打 没有至少要到60级啊 你看我现在是因为 我们的赛季还没有那个 还没有下文 然后我 就在改版的时候改版复杂 也不太容易配到 你看现在陆服这么多人 都不容易配到 我是用那个 就是行侠的方式来做的 那所以我还没到60 到60几 到60就可以完 买到我们结算所有的东西啊 所以在那边处理啊 那换的是5万的隐星币 可以换到500万罪银 跟我们的这个 天盲是一样的 但唯独不一样点是来到 它唯一会留下的东西 是这个 刚在我台湾表看到 看到它只会留下这个 其他全部都不会留下 所以你可以在 除了5万的隐星币以外 然后留一点这个 那在打造琉璃火的部分呢 之前 在我有跟大家说 你可以一起去打造它 因为之前想说 它可以保留下来 但是忘记版本更新的问题哦 所以呢 这个部分大家可以疯狂的打造 只要出战伙伴 穿满12件 这个金色的就可以了 然后在交易当中 看到金色图纸 也可以去拖哦 所以在青龙当中 跟大家推荐 不推荐拿图纸的部分 好 我们来讲一下好感度预留的部分 在主线结束完之后呢 我们会引来 新的这个好感度的角色 我每次看到恋心上 都像从龙悬 对 我们会来到这个 新的从龙悬的部分 然后从龙悬的部分 我给大家一个资料好了 这样比较快一些些 好 从龙悬的部分呢 就是它在我们的 主线任务结束之后呢 它就会 上线在我们的好感度当中 它需要的食物是这个 然后它的互动是什么 大家可以把这个图留下来就好了 好 下面要讲另外一个呢 是来到声望的部分 我觉得大家可能有想法 要去就是转从龙 因为这个版本 更新到的版本 是最强的从龙版本了 但是大家不管现在是什么职业 我都不推荐大家直接转 你们必须先把你们本职业 比如说像我移花职业 它是本职业 声望获取乘以二 先把本职业的声望给它捐完 你可以看我这其他的 我每周都很认真捐 但是有没有 我发现我捐不完 太多了 你看我这边还是新的 都根本捐不完 所以大家一定要先把本职业的捐完 去拿到本职业拥有的这个经书 不要小看这一点点 那个我们的那个功力 你文字正常的失漏 捐完之后再来去转职业 你又不是感同它 你感时间吗 好 下面要说一下这个 关于金脉的鞭食等级 大家可以再看到 我像133级 可是我的鞭食等级 远远跟不上我像的等级 我们像陆福斯到17级 可是我根本就没有 因为升不上去 好 我们要开放新的鞭食了 我们升上去之后到120级的版本 一共是升到15级 开放了第8课 这个 我们110级开的第一课是吃人原始 然后113 然后114 跟我们之前的等级有点不太一样 但是对于后面的升级呢 118 119 120是一样的 就是116 118 128 120 它会升全部的等级 所以鞭食很重要 好 下面要讲一下 想要严刑录的事情 大家可能会关心说 想要严刑录的部分就是 为好处子会变少 其实没有变少 是因为升级需要变多了 你看我的神侠 侠客是不是都40是零级 因为我已经把他们归远了 我缺 我缺那个书啊 大家不用担心啊 只是以现在版本来说 你要侠客从始是不可能 从始叫伙伴归缘 就是把你所有未顾的经验都吐出来 还给你80%哦 那但是对于白票玩家来说 这个到我们他开这个等级的时候 你有用 但对于我们像 就是所有的侠客处于相同等级 就跟我们升级相同等级的人来说 毫无用途 所以大家知道 这个可以了 我们就正常去做 就行也不要去 为了等后面来升哦 因为侠客还是会影响到 我们相应的功力的 好 下面说一下帮供的部分呢 哎 不想进入红文了 但又要被嫌 哎 每次点帮供 我都绕半天 好 关于帮供的部分呢 我们在这个111集到120节版本 一共需要70万的帮供 不含破差哦 也不含四维 如果你每周不开宴席 不开128礼包 可以获取4万的帮供 你要好好规划 这边特别来讲 像四维 能不能不用点四维啊 四维加属性是特别特别少了 大佬们除非破差 拆交全部点到顶了 没东西点才会点四维哦 四维给的功力非常的少 加到属性也非常的基本 毫无意义可言 在神兵上或是装备上 或洗脸上 就能提高我们的基本属性了 所以四维上 其实我觉得差不多点到60了不起了 再往下点真的没有用 浪费钱 而且后面还要点破伤遇伤 然后破伤遇伤需要的是水银 火攻 封攻封火 这都全部需要的的 都是我们的帮供啊 所以一定要特别注意啊 在115集之后 我们就会出来天气系统了 需要消耗帮供的地方会变多 所以大家也不要去太乱消耗啊 然后来讲一下关于精卫的部分 115集才会出精卫哦 但是现在大家预先要了解到的点 是要需要准备的钥匙哦 配置的部分呢 我准备了两种 一种是10集的配置 还有15集的配置哦 其实是一样的配置 只是它需要的详细数据呢 现在在网络上是没有的 我有详细做完这个部分 等到我们上线的时候 再跟大家公布 那这边应该说一下 白嫖跟月卡档要做一样的 或者是白嫖档比月卡少两颗 就是这样 大家记住 然后这个我们的增商 就是那白嫖档呢 跟月卡档加起来需要钥匙是200版 那我们的做极致增商 我喜欢做极致增商 你就要准备300把钥匙 那做破拆 就喜欢打轮件的 然后就准备400把 那顶级的破拆 就是要500把 多至少500把 因为顶级破拆需要钥匙更多 还有通过拍卖的部分哦 然后大家在零零格上看到钥匙是必拖的哦 那在绑点当中 买的这个钥匙就不太推荐了 这就是跳过一下 跟大家说一下 先来说一下幻星券的部分 我确实有收到他们问幻星券的问题哦 原来我跟大家讲的幻星券 幻星券的获取方式有很多 一个是天赏限购15张 然后还有来到幻星券的部分 用高级天一链也可以换25张 换那个我们的幻星券呢 然后在这个增奇格当中 它有出了 就是你开那个鹿啊 马啊 多的这个羽毛也可以换幻星券 然后还包括下面这个 我们这次新出的那个五鬼啊 它其实可以换幻星券 但是大家注意一点 事情是这样子的啊 就是它虽然可以换幻星券的地方 还算蛮多的 但是幻星券并是 你看好像这种 幻星券它能置换的东西 要求也非常的高哦 是大佬们在玩的居多 是因为他们材料实在太多了 所以他们才会去换 我们来看看天一秘坊的部分 还有幻然格 大家没发现这个剑是可以换星的 如果你就把剑可以换颜色 你看这需要25个幻星券 就是从绿色变成了红色 你确定吗 那我觉得尾巴这个我大有兴趣 因为我在存 它用12个可以变成粉色的尾巴 基础尾巴是红色的 这个12个我觉得还OK啊 还有呢 包括特效的部分 后面有出这种水灵珠静杰 这是最新的版本 就是变成五鬼啦 那这个部分 你看大家看个小鬼的部分呢 我们就是稍微衍生讲一下 这个小鬼部分不推 就用换星券来换 它可以直接通过 开宝箱的方式 然后用绑点来买到这几个 凑到五个新的特效 何必换星券来换呢 换星券换的东西 也比较多 还有这个我们下一切天一特效呢 它有出新的颜色 但是它基础版就很好看 你为什么要就换成紫色跟黄色呢 这就是没有意义的花费啊 还有这个起砂仙子啊 我们不知道大花细油 会不会在台服上线 它这个云有从这个粉红色的云 变成那个七彩的云 其实说真的良心话没有特别好看 然后这个还需要换星券 然后再动作 这个动作是我们新的时装 配的这个动作 它需要换星券不是很多啊 你像这样算起来 它需要换星券的地方 是不是一般的玩家 是没有办法换的 而且后期会越出越多 然后刚刚全部换下来都夹起来 四五十张呢 你有这个条件换吗 能换的东西很多啊 所以大家自己要好好去思考 换星券到底要换什么 等上前之后自己思考完 再决定换啊 因为毕竟天响啊 高级天鹰里震啊 它能换的东西也还蛮多的 大家有看到哦 你这样换下去一定会后悔的 好 跟大家说关于驻神令的部分 那驻神令我已经 一直跟不听大家重复了 现在驻神令呢 就是我们当前等更新之后 只有在一百一十一集版本的画本 跟一百集的画本 然后分解的材料 这个像我们分解的打造材料 才是驻神令 其他全是碎影哦 所以在你看完这个视频之后 你还有机会去打完最后一次的 就是所有的挑战画本 记得全部都打掉 它分解的还是驻神令 好 下面来讲一下关于雷处的部分 我有听到一些信使讲说 我们不是那个每次 每次那个什么 重新 我们每次重新那个 呃 开新的职业 都会有雷处 那个那个榜点的反例新的吗 会有人觉得说 我要存着 等到新年的活动 大雷处的时候 然后我再来出 我会 我跟你讲个笑话 就是 所以在当中就是 115集在12月会上线 这个经纬的部分 他需要用金票去买我们的箱子 提升功力差距非常之大 跟老人不一样哦 经纬对功力影响非常的大 那个数字 影响非常的大 所以你都不开 一等到120集 就是我们到过年的时候 刚好120集 新建成本打完 然后你再来雷 再来处置这个反例 这个事情存起来 然后你跟人家差距就是一大截 不是一点点哦 这有必要存着吗 我们榜点还是有花费的 所以大家记得哦 就是需要花多少 我们就花多少 对不对 那一般的白卡月卡玩家 你们想要等到手储双倍 就是在这个 那个过年的时候 那你们可以等 可是一般我们在 像我们在买钥匙啊 拍卖啊 头衔啊 这根本存不住啊 所以不要去想说 我们那个手储的 那个反例是可以存下来 根本存不下来啊 你消耗那么多 而且反例是最优惠的 难道这些最优惠的 你全部都存下来 然后一直去买那个什么 最低的吗 不可能吧 所以不要去想这件事情啊 好来讲一下最后 讲它那个 关于笼柱方面的部分哦 笼柱的材料呢 大家记得哦 就是我们112集开放的 就是那个普工 就是这个普工 然后一样需要 是60个炉子哦 然后它需要的这个 就所以大家做悬眼的时候 可以到112集再来做 现在不用做哦 因为像做下去的话 材料只有前面的这四个 然后没有到第五个哦 所以会很回 所以特别注意 诶 这好像是 我会被揍的感觉 第五个是一代 唉 被揍死 呃 我可以讲 是一代吧 我没有记错吧 弄欲飞丑 哎没有啊 是这个 是这个 被揍了 我有点乱了 因为路服太多了 不管是哪个啦 反正就是普工那个位置啦 然后呢 那大家特别注意哦 升到19集 我们不算的20集 我们新的龙珠开放 需要塞 野铃龙出资 3900个 银龙生是1900个哦 我们拆解龙珠材料 可以获得出 合成 可以获得几个 野铃龙生哦 这边不太推荐 大家去合啊 因为蛮亏的 以我们现在的物价来说 我们转回来 转回来 那个台服的部分哦 那还有就是大家 这个有买每日的人 买每日的人 是不会出野铃龙生的 所以大家在月卡商店的 野铃龙生 野铃龙出银两当中 还包括天葵宾里面的 这些都是要买下来 如果没有买下来 真的是不OK啊 资料是去 我们所有资源 是靠存出来的 天上是不会掉下来 好吗 好了 以上的部分就是关于 就是我们改版前 跟改版后 要注意的一些 小细节的东西哦 那正式改版后 我会再给大家整理一份 就是跟正式改版后 大家需要主要的内容哦 因为我们连改三个版 又是跟之前一样哦 它有一些细节 在我们的公告当中 都没有写出来 或者是说 它公告里面 还多写没有的东西哦 我们在后面影片 再跟大家分享了 好 如果你还觉得 我分享的东西 有一些 你还是不太了解的话 可以留言告诉我 或者可以点击我的 资料当中的说明 加入社群 我们就直接在线提问了 整个社群里面的小伙伴 会为你回答 然后我有时间 会为你回答 我是小花 希望大家改版很快乐 在最后的时间 赶快去争取自己 没有拿到的资源 求我们拿完啊 我们在改版的时候再见了 希望我的影片 对你有帮助 拜拜